像我这个推子就是给客人剪头法 这个要这样推 已经退休的吴秋兰拿起推检还有吹风机示范 如何帮阿兵哥剪头 还分享年轻时自己常被年轻军事官追求的运势 耗11年半进行田野调查访谈收集及拍摄 经用事务化局发表重返伟昌岭专书及纪录片 特别邀请见证这一段珍贵历史的理法部老板娘吴秋兰现身说法 民国58年进入基隆金马宾馆理法部的吴秋兰 服务近50年剪超过10万颗阿兵哥头 他说忙的时候连吃饭都没时间 平均一颗头5分钟就剪好 那些阿兵哥都是赶快剪 有传奇的时候他们才会来 有传奇的时候他们就一握风的 我们都没有时间 连吃饭都要故意放下来才有饭吃 所以剪一颗头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 很快5分钟就可以了 5分钟就可以剪好 所以他们有没有 有些我们几个几个人的时候 他们有那个回顾 都一拉就再剪第二个的话 他那个头发都在脖子上 来不及牵的那一段 金庸市长刘昌表示 重返伟昌岭这本书不只记录 这一段许多当兵抽中金马奖的国人 从男孩蜕变成男人的珍贵历史 更从各个层面进行汇整非常难得 也不单单只有个人的一个 过去的一个记忆 或者是回忆而已 更重要还有整个伟昌岭 过去的这么长的一个历史里面 他的一些眼镜 以及包括他在社会面的层次 在军事的层次 在都市发展的层面 各方面的一些绘整 我想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套专书 除了书本外 金庸市挖掘方面还发挥创意 随书附赠内有纪录片的 军集牌造型USB 让整套专书更具有收藏价值 为了配合这一套书的上市发行 我们把左拍摄的影片 放在一个像军集牌一样的USB里面 除了方便携带以外 也给买书的民众做一个收藏的纪念 金庸市挖掘方面表示 从举办带领老兵重返伟昌岭 与马祖岛上军营活动 到专书与纪录片发表 不但是对近代军旅的重要采集工作 也希望借此重现 金融军旅递景的历史意义 记者张启腾金庸报道